你连抚养你长大的金蓝鞍都可以杀 居然这么在乎这个女人的死活 也行我 我不能让你死 只要能活下来 我又何惧来日横死 潘台明朗杀不了我 女儿 总有一天 我会去找她 有人 潘台剑 你到底怎么了 被潘台明朗吓得毒 一定有办法可以救你的 你回来了 你的命在我手上 生死都由我说了锁 听明白了吗 潘台剑 好啊 这是什么 还给我 也许我 你老实交代 是上古时期 泥落下的神器 叫青蛇之日 会让使用者注定不得善终 短折横死 不管是现在死 还是以后死 对我来说 都没有什么区别 我不会让你死在这 潘台剑 你果然还没死透啊 她会使用妖法 妖相性 你连抚养你长大的金蓝鞍都可以杀 居然这么在乎这个女人的死活 也许我 我不能让你死 只要能活下来 我又何惧来日横死 潘台明朗杀不了我 总有一天 我会去找她 我跟你们说啊 这有些人呐 他就是主子的身份 奴才的本分 就是啊 那叫啥来着 贵人见命 贵人见命 过得其实啊 还不如咱哥几个的 是吧 就是啊 咱哥几个事 来来来来 吃饭吃饭吃饭 不是这么巧啊 来来来 就这一句 就不错 来 你们说 就她这种人 啊 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要我说啊 不如早点死了算了 夜夕无平日里 就是这样纵容下人们刁难谈台亲的 对啊 死了算了 还不如死啊 去吧 吃 哪来的苍蝇啊 大冬天呢 这哪来的苍蝇啊 怎么了 什么事啊 喝水喝水啊 没事吧 没事吧 吃个苍蝇啊 我不吃了 你们吃完活了 真会计 走 二小姐 二小姐 您怎么来了 那个 那个谭台剑 谭台剑做错了什么 让你们催他去死 小姐 我方才 让姑爷去刷碗来着 那桶里 都是隔了几个昨天晚上 特地从湖里砸出的冰割的 对了 还顺手啊 喝了姑爷一身水 昨晚没冻死他 但是今天让他 多洗碗 保管他连手指头都能冻掉 而且 今天也没给他吃饭 只留了一桶干水 你们平日里 就是这么欺负人的吗 人本无贵贱之分 可有人甘愿自清自荐 一辈子当个奴才 还非要踩在别人头上 找那一点乐子 看到别人过得困苦 就这么让你快活吗 小姐 您别当真了 这不哥儿几个 想替二小姐出出气 对您我们肯定是 绝无二心的呀 今日你敢对谭台剑这么说 不过是其他无人平衡 哪日叶家败了我 你们是不是也敢对祖母爹爹 对我这么说话 不不不 你笑得不敢 你笑得不敢 二小姐教训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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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死的 这些东西不干净 那些家庭都不知道 往里面加了什么 你吃完会生病的 比这个更脏的我都吃过 他们方才那样说你 你连去反驳都不会吗 你一个君王之子任奴仆其辱 你一点羞耻之心都没有吗 羞耻之心 那种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比起羞耻之心 还是这碗饭来得更重要 野心窝 你跟我走 没有这口饭 我可能会死 但若有了羞耻之心 我根本就活不到今日 你 少废话 跟我走 你不想跳不上 我都想跳不上 我都想跳不上 你好 乘客 小心 小师 陛下 还好不尽力 天国村特非离开 这里交给我 出现小师叔 走 进城 死你了 完了 最后一张福也没了 便是拥有掌握他人生死的理念 我也未曾觉得心中产生多人 只有那一刻 才感受到了一丝不同 塔大剑 叶兮 我放过了你 你却不放过我吗 你却不放过你 你却不放我 又到大剑 通知眶 你要尽快 被他死了 不不不啊 他能够到钱 不不得了 不不不不 必还能够到家庭 我 却一场滴脚喊心愿 要不让我们就这样一万年 把时间不再说再见之前 有你千笑的甜 我的泪止眼 太好了 谭大姐 你没死 我也没死 我们都活下来了 也不肯退远 刻着你没心的意义 不透如故障一间 为什么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 也要救我